为了促进竹人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促进身心健康 着西乡太平社区发展协会和着西卫生所 共同举办了中平产业道路 建走闯关卫教宣导活动 文建站的长者也在现场 开始建走前唱主语版本的健康歌 也呼吁大家不要喝酒 不要抽烟不要吃冰囊 太平部落一年一度的建走活动 在文建站的长者带动之下 参加人员共同进行健康操 热身 长者也在开始建走前 唱主语版本的健康歌 呼吁不要喝酒 不要抽烟 也不要吃槟榔 来响应健康生活 这首歌呢 曲调是我们的传统曲调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来告诉大家 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尽量不要喝酒 吃冰朗抽烟 因为呢 会损害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要快乐的健康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 建走路线从中平聚会所出发 经过部落后 进入到中平的产业道路 在大约一公里处折返 图中设有三个闯关店 通过者就可以拿到礼品一份 太平部落健走活动 今年迈入第三届 在社区发展协会的号召下 吸引了将近有百位的老少族人参加 有意义并且健身的健康活动 多位部落长者特别住着拐杖 开心走完全程 也有家长推着娃娃车 让儿女享受户外活动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